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,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心理,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,女人最高级的性感,其实不是身材,是看这几个地方。 大多数人不知道真正的性感是什么,对一个成熟的女人而言,性感不是精致的妆容,也不是傲人的身材,而是骨子里的顽强和坚韧,是沉淀在岁月中的气质和修养,更是不卑不亢,坦然处置的人生态度。 女人最高级的性感,莫过于在黑暗时磨砺心智,在机会前全力以赴,在平淡中坚守幸福、安静。 米拉、昆德拉曾说,如果你觉得难以融入时,就先进下心做事,如果你暂时实现不了理想时,就先喂饱自己。 人是浮华,拥有一颗沉静的心灵,持久耐心的提升自我,才会雕琢出一个女人最美的样子。 2015年10月5日,当85岁的图悠悠,颤颤巍巍地走上诺贝尔颁奖里的讲台,缓缓发表获奖感言时,没有人知道这位年迈的老人,如何几十年逐一日,投身于深爱的事业中,终于迎来了伟大突破。 想起当时正值创业初期,办公条件异常艰苦,实验室连基本的通风装置也没有。 残存的化学品让图悠悠悠悠悠上了中毒性肝炎,年轻的图悠悠经常一头汗凉腿泥,还要防止被蚊虫叮咬。 换上瘧疾,为了攻克瘧疾课题,他筛选了2000多个中草药方,编写整理出600余种抗液处方,并对其中的200多种展开了实验研究。 可是,失败这两个字,一直伴随着整个团队,但图悠悠始终相信,一定可以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案。 他翻阅大量遗书,在发现古方记载的轻毫功效后,又一头扎进了繁琐的实验和数据分析中,默默无闻,静而不争。 终于在失败了190次后,他成功在轻毫移民中提取出了有效成分,满载荣誉的图悠悠,生活中却沉默寡言。 工作是他全部的生活,实验室就是他的家。 同事们都说,要是某天他冷不定地说句话,会让所有人吓一大跳。 俗话说,静心做人,潜心做事,久久围攻。 收获来临之前,能够静下心来,慢慢努力的女人,愿意潜心钻研,积攒实力,磨练出一颗强大的内心。 静心,才能遇事不慌乱,心中有定力,在困难面前笃定地相信自己。 静心,才能关己,求尽,才能有不惧失败,重新再来的勇气。 这样的女人,安静有力量,沉着有自信,必然为自己赢得掌声与尊重,行动力。 生活中,由一心女人说起话来,头头是道,可做起事来,却推三阻四,拖延逃避。 因为欠缺行动力,生活一团糟乱,事业也陷入了瓶颈。 向前一步的作者谢利尔·桑德伯格说过一段话,如今我常跟人提到,当寻找你的下一个目标时,其实没有所谓的完全合适的时机,你得主动抓住机会,创造一个适合自己的机会,然后全力以赴。 这个被誉为福布斯榜单上最有力的商业女性精英,是很多女性的励志楷模,从哈佛毕业后,怀揣着梦想的她一次次被现实所打败。 职场上的屡屡受挫,让她意识到自己能力不足,当即决定重回哈佛,在哈佛商学院继续深造。 之后,在职场摸爬滚打的几年时间,作为女性领导者谢利尔·桑德伯格亲眼目睹到职场对女性的不公和约束,于是,她争取各种机会发表演讲,出版书籍,并成立了非营利性组织,鼓励女性走上领导岗位,发挥女性力量,打破社会的偏见,帮助更多女性实现人生的价值。 人生贵在行动,想太多,只会徒增返忧,只有去做,才有可能找寻到自己想要的答案,最近的热播剧《新居》中。 冯晓晴因丈夫意外去世,生活陷入了困境,可她没有因为悲伤而停止打拼的决心,反而在照顾全家老小的间隙,跑去送外卖来补贴家用。 当得知许多孤瓜老人的生活现状后,她萌生的建养老院的想法,凭着一股冲劲。 冯晓晴开始认真学习相关资料,调查身边独居老人的生活,还熬夜写出详细的项目计划书,劝说朋友投资。 朋友惊叹于她超强的执行力,同意了她的提议。 为了找合适的场地,冯晓晴四处奔波,打探租房信息。 在确认好场地后,她又开始马不停蹄。 细致耐心地监督装修工作,一点点将养老院建了起来。 听说过这样一句话,人生最大的失败,是道理懂得太多,行动做得太少。 在需要自己行动的时候,能够毫不犹豫,全力以赴的女人,身上有冲击,心中有信念。 他们从不自怨自艺,而是用行动去化解人生的危机,走过荆棘才懂得先行动起来,才是抵达目的地的接近。 首有人这样评价永梅,像淡雅的乡民一般,大气有端庄。 永梅曾这样总结自己的演艺生涯,没有波澜壮阔的传奇故事,没有一鸣惊人的轰动效应。 从影二十多年来,她一直用高水准的演技,守住自己演艺事业的成果,也守住了观众对她的好口碑,直到凭借影片《地久天长》,夺得柏林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。 大众这才惊呼,原来这位宝藏女演员,有着深厚的演技功底,在电视剧《小欢喜》中,永梅总带着温柔的浅笑,用她的理解和包容感动了无数观众。 网友称赞她,人淡如菊,柔中带刚,诠释了一个女性应有的生活智慧,温婉贤淑,大气宽容,是永梅身上独有的魅力,也是她在生活里的真实体现。 不计较名利,不向往繁华,守住平淡的生活,便是一个女人最大的幸福,聪明的女人,能够坚守住做人的风格,不论面对任何糟糕的境遇,也不失去底线和锋芒,在前不久的感动中国颁奖礼上。 白岩松这样评价一位姑娘,迟开的你,也鲜花般露放。 白岩松口中的女孩,就是清华大学博士生江孟楠,小时候因勿用药物,江孟楠不幸失聪,从此以后,年幼的她开始了与无声世界的漫长对抗,求学路上的艰辛程度可见一斑,但她不仅学会独立生活。 还如愿以偿,考入理想的大学,选择了热爱的医学专业,人生德路,对江孟楠来说,处处皆是难关,面对得之不易的成功和喜悦,她要拼尽全力守护,才不会失去所拥有的一切。 学业上,她始终恪守勤奋好学的品质,努力钻研,荣获了多项奖学金,发表了多篇赛论文。 生活中,她信守对生活的热爱,加入了清华大学的学生无障碍研究协会,组织论坛,举办活动,为更多人普及无障碍理念,在江孟楠身上。 你看到的,不只是顽强不屈,还有执着的坚守。 一个女人,唯有遵循自己的内心,守住精神的风骨,才不至于迷失方向,丧失机遇。 如果你现在,过着平淡的生活,那就学会守住幸福。 如果你现在经过辛苦打拼,取得了想要的成功,也经守住这来之不易的荣耀,人生在世,守好本心,方能致远,懂得弯腰。 三十二一里,有一个情节特别打动我,为了给儿子证一个贵族幼儿园的名额,顾家借着大厦停电的机会,算准了王太太转点下楼打麻将,然后堵在她家门口,寻得陪王太太一起从顶楼走下去的机会。 这个机会就是,在王太太穿高跟鞋不舒服的时候,把自己的鞋借给她,而她自己则帮忙提着王太太的高跟鞋光脚走下去,姿态放得极低,态度极尽讨好。 只为了达成所愿,结果呢,王太太成了顾家这么大的人情,自然不好意思,到了楼下,便对顾家说,你儿子上轩的事,回头来找我。 顾家苦心没有白费,目的最终达成,就想王漫妮评价她。 顾家是个清醒的人,她了解自己的目标,还知道如何去实现它。 关键是,她不会端着,不会因为这是拂面子,该弯腰就弯腰。 成年人世界的修行就是,清高没用,你的有用,事事低头,你才能将有用发挥到最大值,别怕委屈,忍下一口气,称下大格局,才能登上属于自己的山顾。 顾家更厉害的一点是,她不会觉得这是委屈,为了取得所得,这是应该承受的,况且相比于得道,她所承受的委屈算什么,她懂得弯腰,直到低头,所以她才到达了现在的位置。 真正厉害的女人,绝不会跟这个世界较近,昂着头硬碰硬,撞得遍体鳞伤,而是懂得游刃有余的服软,借力,婉转地与这个世界交锋。 听过一句话很有道理,女人,太刚则已舌,过盛则人远,至柔则无损。 懂得弯腰,下次起身的时候,才会站得更高,更直,脸皮厚,年轻的时候,爱人的一个眼神,都能让小姑娘的脸红,透一个下午。 成年人之后,面对别人的疯狂追求,亦或是伤害,我们都能心如止水,不仅如此,领导气势汹汹的问责, 同是阴阳怪气的谈论,外人毫不知情的误解,面对这些有力量的女人,都能面不改色,淡然出之。 这一点,我最佩服的是张姐,张姐以前是一位全职太太,生活无忧,平静快乐,张姐的老公经营一家公司, 没想到刚刚到两人结婚的第三年,谁也想不到老公在他们婚礼纪念日的前一天,对他说了离婚,理由毫无新意。 公司里新来的花枝招展的姑娘,勾搭了这个优点钱的小老板。 可耻的是,渣男跟小三还盘算着,让他净身出户。 我佩服的是,张姐不声不响地咨询律师,找到渣男婚内出轨的证据,离婚的时候,让他损失了一大笔钱。 更讽刺的是,明明是受害方,别人却说这女人图钱,厚脸皮,基于潜伏的财产。 你觉得这女人脸皮厚,却不懂这是成熟女人的内心强大,到了一定年纪,除了我们在乎的东西,其他一切都无法伤害她们。 渣男出轨,已经不知的留恋,维护自身利益才是正经事。 事实上,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,并不是厚脸皮,唯唯诺诺,才真的是受人欺负,让自己损失到底。 人们总是有一种不好意思的心理,其实这明明是便宜了别人,伤害了自己。 借用逢唐的一段话,说到底,女人还是要自强。 不容易生病的身体,够用的收入,养心的爱好,强大到混蛋的小宇宙。 拥有这些,不是为了成为女汉子,而是为了搭建平等的基础。 自己穿暖,才是真暖,自己真暖,才有资格相互温暖。 聪明的女人都懂得。 人生苦短,没必要给自己带上枷锁,自己活得不别屈,活得爽气,比什么都重要。 身材性感是优势,活得性感才是本事。 活得性感的女人,目标感极强,不会因为意识的弯腰而委屈,而是觉得一切都是应该付出的。 活得性感的女人,舍得对自己狠,她们知道只有先对自己下手,生活才对她们温柔。 活得性感的女人,有自己内在的价值判断,不会因为别人的言论而去改变自己要走的路。 有句话说,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团火,路过的人只看到烟。 活得性感的女人,心中都有一团火,无论遭遇什么困境,都能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 如此,有生命力地活着,活得漂亮,活得风生水起。 这便是性感的人生,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。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